下面这位推荐人是潘兴妍,由于时间的原因,潘兴妍学姐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 她要向我们推荐的电影是日本动画导演《加藤九人生》创作的一部动画短片《回忆积木小屋》。 她于2008年6月在昂西动画节上映,并且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。 短片中,世界变成一片汪洋,空旷而孤寂,一位老人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上,水位不断上涨,老人只能不断加盖房子,宛如洛基木一般,他的房子就好像处立在深海中的巨塔,孤岛。 在网上叠加的新楼层上搬运家具时,老人真爱的烟斗不慎掉落水中,顺着层与层,层之间的通道竟直沉落下去。 一时间,手中心里都空落落的,老人决心潜水取回烟斗。 但是这一举动,似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,楼下的每一层都是他和爱人过去的家。 在一路下潜的同时,往日的记忆不断涌现,每一层都埋藏着过去某一时期的生活历程。 老人无法自已,一层层向下沉去,就像剥开了洋葱一样,一层一层,剥开他和爱人之间那些早已沉在海底的珍贵记忆,辛辣又滋味丰厚。 当下,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,早已成为了许多创作者的追求。 可以和恋人伴侣一起花上几个小时,坐在投影仪前变换的光里,是如此一件浪漫且难得的事。 但是这部仅仅12分钟的短片,似乎打破了这一规律。 时间,时长,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重要。 与被跌宕的清洁填满的上百分钟不同,这12分钟被省略的对白,法师蜡笔画的色调和低沉缓慢的音乐,拉得很长很长,让人不禁重新思考。 你们,我们,到底是否可以沉下心,共同度过和品尝这样一段时间? 但时间又很重要,因为从头到尾,从海底到海面,无一不写着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,以及你们,我们将会一起度过的很长很长的一生。 有人说,回忆最后让人不堪重负。 但我最后看到老人回到屋内,对着对面空座位上的酒杯,清脆地碰了一下。 随着时光一起不断上涨的海面,为酒杯蒸满了美酒。 适者如斯,他依然豁达而满足地,向往事干了一杯。 就好像有一位网友在影评下写的那首诗。 却故所来尽,苍苍横翠威。 我真的是老了,我已不再记得他们当初的模样。 但是亲爱的,我已不必痛苦地怀念,因为他们将永远属于我。 终于有一天,这座积木之城亦将崩毁。 那时,我便可沉入温暖的海底,我们最初相爱的地方。 所以,我已友善面对这场虚无。 因我知道它存在过,并感激它赠予我如此浩瀚的爱与忧伤的时光深海,记忆荒原。